中日,我是曼尤龍,跟大家見面 今天是星期三,很開心又跟大家聊聊天 最近身邊的朋友都很流行一個禮拜吃一次素 例如我也試試Green Monday,也很流行排毒 把身體裡吃的食物就可以幫助內臟排毒 當然這是身體方面,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在情緒方面,心靈方面都需要排毒 有五個方法可以幫你排毒你的情感 第一個方法就是可以把家庭重新佈置 其實不用說要付很多錢去由頭裝修 例如你可以在窗戶製一些掛飾,很流行的 有些燈,等晚上都亮開了 你會覺得由新鮮感之餘 亦都可以幫你有一種很清新的感覺 沙發可以製造一些新的布藝 車身的布,窗簾,或者把家庭的位置 搬進去,覺得新鮮的感覺 都是可以把舊的感覺排走 第二個方法就是把家庭的雜物重新整理 例如人家斷捨離 你會發現家庭有很多雜物 例如有些預結單,書簿,很多淋淋淋淋的東西 或者沒有用過的一堆東西 其實是要把東西丟掉的 當然這個是需要時間去做 但其實在現在這個疫情的狀況 多個時間留在家庭 都可以去執拾,丟掉一些你不要的東西 就像你身體裡不要的廢物排走了 第三個排毒的方式 其實我一向都很喜歡 有時覺得個人滿滿 其實都需要去旅行 去離開現在這個地方 去一個短的旅程 可能是三天兩天都已經很開心 把自己抽離了 重新去啟動一個模式 把自己重新重新 但現在就真的出不到去其他國外的地方 那唯有怎樣呢? 唯有去一些郊外的地方 例如當級收下新鮮空氣 有時去山頂 有時去一些高的地方 經常都是這樣的 就好像幫自己 真的好像重新一個情緒的整理 排毒這樣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個第三個方式 第四個方法幫你情緒排毒 就是去看回 去懷舊你的一些過往的片段 或者回憶 或者怎樣呢? 拿些舊的照片來看一下 又或者去看回你以前很喜歡的書 現在再看感覺就已經不同了 另外又可能有些卡通 例如小時候你的年代是看什麼的? 我是小忌廉等等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很新鮮的感覺之餘 你會想回你自己小時候的初心 究竟你的熱誠在哪一個位置? 你的夢想?你的理想是什麼呢? 那一種方法我覺得是很好的 一個人一定是有他的歷史 回顧之餘又可以再想一下 現在究竟走的路是怎樣 如果我真的什麼都不想做 真的不想收拾 睡覺 不是很想搞的 那有一種方法是最簡單的 就是喝水 原來你水分不夠 我之前有些片段都說過 人體其實百分之七十百分都是水 那如果你不夠水 那腦其實都很需要水分 那你就可能情緒會低落 或者是提不起勁 除了說過淪睡前喝杯水 早上起床都要喝一至兩杯水 你一定要補充水分 很快喝水 令到你身體的細胞有足夠的水分 就好像人家真的在身體裡排到這樣 原來你喝水都可以令到你情緒穩定 鎮定 也有想法都會快些 那這一種真的會幫到你情緒會好些 以上這五種方法大家都試一下 都是很容易的 幫你們如果吃食物 或者不同的食物 可以身體排毒 其實情緒都最需要detox 游客 혹ana 即將 mucha